他有出現六個框框對不對 裡面有三個題目 三個答案 那麼你可不可以幫我選擇 一個題目跟一個答案 讓他們配對成功 老師透過大螢幕講解題目 學生看著平板回答問題 結合影片和圖表 增加課堂學習樂趣 遇到問題不用害怕舉手發問 動動手指就能找答案 用肥仔問一些不同的問題 他會給你不同的答案 或者是他也不會直接給你答案 他會帶你去用你之前學過的東西 去深入了解這一題 老師就可以不用那麼大費唇舌 一直在台上那樣子講解 透過這個他們跟IC 這個三星媒體的互動 其實他們會學得更有樂趣 課程設計導入AI技術 讓科技成為老師課堂上的小幫手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重溫學生回憶 坐在台下體驗書尾教學 老師 問題是 是 每天學校功課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多 如果AI小幫手回答 學生們 我明白你們壓力很大 不管問題有多天馬行空 AI科技都能引導學生找答案 另外還可以上傳英語口說英檔 由電腦分析表現 給予改善建議 同時分析學習歷程 主動推播適性化教材 還能輔助老師出題 幫忙批改作文 提升教學效率 我們希望讓AI人工智慧能夠導入到教育 能夠讓孩子們在學習上更有效率 更快樂的學習 而且更聰明的學習 為了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台北市建構台北庫克雲教學系統 如今再升級 導入AI技術 讓學生聰明學習 也能減輕老師教學負擔 記者邱世民 鐵北報導